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演示一下 让文字根据路径的方向进行排列 好,我们看一下示例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圆形的排列 好,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文字的话就是按一个椭圆的一个弧形的进行个排列 我们这个文字的排列呢,有很多的排列方式 只要我们设定好路径 好的,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好,背景呢,我们选白色 好,确定 现在我们先来输入文字 我们文字的前景可以先用黑色 好的,半径的话是120可以的 好,我们来 放出来,来输入文字 好,把文字加粗 排列的话,我们把文字调成 居中排列 好,把这个文字框缩小 好,我们现在点击ESC键 取消我们这个文字框 好,我们选择下面的背景图层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的桃圆工具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 如果我们是圆形的话 我们就按着我们的Shift键 进行画一个圆形的选区 如果是桃圆形的话 我们就自由的去拖动它 调好以后,我们调动一下位置 我们现在打开选择菜单 找到道路径 好的,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路径 好,我们现在这里面呢 就已经建了个路径 我们把这个显示打开 好,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我们这个选择 取消 选择5 好,这个红色的线呢 就是我们的路径 这里是整个的桃圆 我们只需要上半步就够了 我们把下半步需要去除 这时我们点击我们的路径 点击鼠标的右键 点击编辑路径 在路径的属性里面 我们点击编辑 好,现在我们按住我们的Shift键 看见没有 它这个鼠标 这个标识的变成那个简号 好 然后我们点击就可以删除 我们不需要的一些部分 删除好以后 随便点击一个工具就可以了 好,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要建立椭圆的路径呢 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路径工具 点击路径工具 好 选取一个开始点 然后选取一个结束点 然后我们可以把中间的部位往上拖 然后再调节它的这个瞄点 好的,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 我们点击看看我们的路径 点击路径 好,我们的第二个路径也建好了 好的,我们选取我们第二个建立的路径 然后点击我们的图层 找到我们的工具 我们点一下其他的 随便点一个其他的工具 取消我们的路径的指示 好,现在点击我们的文字 然后在文字图层上 点击我们的鼠标的右键 找到文字对其路径 好的,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旋转工具 调节一下它的方向 好,我们拖一个基准线 参考线 好,生存好 我们点击确定 好,现在把我们的鼠标 移到我们的移动工具 然后参考线取消 点击我们的路径工具 把我们的曲线的路径隐藏 保留我们文字的路径 再用我们的移动工具呢 这里我们要找到移动的话是路径 我们把这个文字的路径 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还是点击我们的鼠标的右键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路径到选区这个选项 好,我们这里呢 回到我们的图层 隐藏我们的文字图层 然后建立一个透明的图层 好,点击我们的透明图层 然后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颜色 这里我们用生蓝吧 好 然后把我们选取好的颜色 直接拖过来 好,现在我们取消我们的选区 然后把我们的路径的显示也隐藏 好的,回到图层 好,我们现在的文字已经调节好了 好,我们现在做一个背景物化的处理 回到我们的文字 好的,现在我们点击滤镜 找到装饰 在里面呢,我们找到最下面的物滤镜 物化滤镜 然后点击物化 好,这里对我们的物的颜色 可以进行个选择 好,调节好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现在我们的背景呢 就有一个云雾的效果 透明度的话也可以进行个调节 打到我们一些想要的效果 图层的模式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融化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一个颗粒的感觉 有个磨砂的感觉 好的,我们下面还是点击我们的文字图层 我们的下面呢,这一步呢就是 加一些色彩的光 我们回到我们的图像 然后用我们的画笔工具 给文字加一些红色的光 我们就把颜色调成红色 点击确定 然后笔刷呢,调成相对模糊的 大小呢,调大一点 可以适当调小一点 好,这里我们有一个透明的图层 我们利用这个透明的图层 好,回到图层的模式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用提加 我们把这个光呢,提到上面来 提到最上面 好的,对于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个调节 好的,下面呢就是用我们的GMIC的文字滤镜 对文字做一些处理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图像 点击我们的文字 点击我们的文字 我们对我们的文字图层呢 做一个复制 好,现在再打开我们的滤镜 找到GMIC滤镜集 在搜索里面输入TEXT 然后找到第一个我们的玻璃的滤镜 好,对我们的参数做一个调节 调节好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的,现在我们对我们的文字的颜色呢 也可以做一个调节 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颜色 用我们的色相和饱和度 对我们的文字的颜色做一个调节 调整好以后点击确定 好的,这是一个文字特效 我们再换一个文字特效 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备份 把上面这个隐藏 打开下面这个文字图层 然后点击我们的滤镜 打开增强 找到高通滤镜 这次它就会有一个透明的效果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 再把这个参数进行个调节 调节好以后 我们点击确定 这时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分化的效果 这些滤镜呢 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做一些调节 我们做一个分化的调节 好,现在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月亮 好,我们再加一个涂层 确定 然后用我们的画笔 来 画一个月亮 圆形 我们把这个月亮调成白色吧 大小调大一点 好,我们把这个月亮提到上面 然后我们打开滤镜 选择高丝模糊 选择高丝模糊 好,调好以后点击确定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以前的视例 好,再回到我们的图层 我们的天空可以再调暖一点 这里点击我们的颜色 颜色 然后点击我们的颜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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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选择抬高丝模糊 这张银色 让我们的图层 满itor 好,调好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对于打光呢 如果不满意的后 我们可以重新打光 我们再建一个token的涂层 好,我们点击画笔 颜色还是选择红色 这个画笔呢,比输可以稍微调的实心化一点 好,大小放大 好,点击确定 现在把我们涂层的模式调解成迭迦 现在呢,就是还可以把我们这个调小一点 然后对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加一个打光的处理 好的,今天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大家点赞并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